因为那场比赛 我是参加大满贯的 唯一一个中国选手 而且当时组委会三条 我是总冠军 历了一面非常大的 五星五季在终点 有很多国家的国企 五星五季就在最前面 就对着信条气泛 所以我当时非常骄傲 我们都是普通的人 都是每天24小时的时间 老天是公平的 我就希望我们每个人 都活出自己的精彩 我呢就是在跑步中 目出了自己的人生吧 喜欢跑步以后 我也每天非常积极限散吧 每天都是尽量过得充实 我的网名八零 八零很多人以为 我是八零年生的 其实不是 我最早的话 我特别喜欢玩夜野车 就是这个夜野车叫 公平的Land Cruz八零 最早我是第一个 完成恒夜台湾的 刚好是小届比赛 所以我是第一个 完成恒夜台湾的人 然后我就特别喜欢 玩寄人之礼 寄人之礼是几天几夜的 在那深山里面熬着 真的让我去 好好的思考人生 所以我每年都去跑寄人之礼 我在一百天的时间里面 完成了美国的夜野大满贯 美国大满贯就是 六月份的Western 就是西部一百 七月份的Womantay一百 八月份的Landware一百 还有九月份的Warsatch一百 这四个百英里 中间我还去跑这个UTMB 然后回来在九月底 又去跑了八百流沙 然后我最骄傲的是 就是我一个中国人 是第一个完成美国大满贯的 中国大陆选手 而且我是七年大满贯的总冠金 我想说的话是 现在中国选手不仅专备好了 而且在全世界的夜野跑领域 其实水平是越来越高 我相信以后会有更多的 优秀的夜野跑者出现 我在美国跑比赛的时候 我深有感触 美国比赛 我真的是一个人在战斗 美国比赛他们都有后援团队 每个人就是 你每到补给站 他的家人的朋友的都是 开着车停着在那等着的 什么东西按摩都有 我当时真的很孤独 但是我就是咬着一口气 就一个人参加比赛 我前三场比赛每次到终点 如果大家在晚上看过我的照片的话 就会发现 我每次拿着一小面五星红旗 中国终点 他们别人问我 巴林哥你怎么不拿大一点 那么小面红旗 然后我就说 没办法 我没有支援 我要一个人背着这一面红旗 跑160公里 因为那场比赛 我是参加大满贯的 我一个中国选手 而且当时总委会参加 我是总冠军 历了一面非常大的 五星红旗在终点 有很多国家的国企 五星红旗在最前面 就对着信条气泛 所以我当时非常骄傲 我就觉得 其实这么多跑步跑下来 我就最大的感触 就是人真的 什么事情都做得到 很多人看我这种跑 很多人都以为 巴林哥是专业选手 其实错了 我是最最普通的 算都市人吧 我每天是朝九晚五的工作 只能朝五出来比赛 或者性恋 然后我还是典型的中年人 我善有老下有小 所以我的生活 就是说 很多人说没时间跑步 我觉得我的情况 跟很多普通人都一样 上班族 中年 这些标签都是跟我一样的 但是我就这样练出来的 每天早上是 早上六点钟起床 我就开始训练 然后儿子起床以后 我要送我儿子算绝 然后完了我来单位上班 我中午我从来都补修 都是我训练的时间 我都是尽量挤出时间来 像晚上回家 我还要陪小孩 然后我跑步 能做得这么好一点 我觉得我最优秀一点 就是 我不行我跑了 我带动我周围的人 也跑起来 我儿子从小就成习惯了 他每个周末早上起来 都知道 都发现我不在家 后来知道我在跑 我出去跑步 后来他再大一点 他自己起床 他自己也会 跑到小溪里面去跑一下 然后我连经常做游戏 也带着他跑 他就喜欢跑 然后他跟着我跑了 我老婆看着我们两个在跑 他也不好意思了 他也就跟着跑起来 所以这和我们一家人 全部跑起来的 这是我们一家人 在我带我老婆 完成他的手码 厦门马拉松 但是我儿子五岁 我推着车 他就自己坐下车 他想跑了 他自己下车来跑一下 他不想跑了 就坐上车 这也是我儿子的手码 然后我们负责两句 用这种方式 后来完成了很多场马拉松 我就觉得 他也跟我们一样 也变成了个跑者 所以他也 跟着我说话 他都不说跑步 就说我是个小跑者 就是精神也跟我们一样 我就觉得 这是我很欣慰的一点 就是我把孩子也培养了出来 这就是我 跑步的最大感触吧 反正我就觉得 我们都是普通的人 都是每天24小时的时间 老天是公平的 我就希望我们每个人 都活出自己的精彩 我呢就是在跑步中 录出了自己的人生吧 我每天都是尽量过得充实 喜欢跑步以后 我也每天非常积极向上吧 然后我的家庭改变了 朋友圈也改变了 因为那个喜欢跑步 大家都知道 都是喜欢跑步的人在一起 大家都是真的是喜欢 充满正能量的 我就希望我的故事 能够带给大家去启发吧 希望大家都 对跑步的爱好 坚持终身 真的一生都受益飞行 然后也带动周围的人 大家都拥抱跑步 拥抱快乐 谢谢大家 谢谢